大家早上好,早上起来我看了一下Telegram群里面的聊天记录啊 有人提到这个洛杉矶Kimi把他频道里面的所有的视频都清空了 然后我去他的视频里看了一下,果然节目全部清空 然后说了一些话 说这个和国内的一些还没有脱脂的人打交道 就类似于像出社会的人和这个学校里的高中生打交道一样 他有这种感觉 可能他的意思是不但国内的人对美国或者对自由社会啥也不懂了 而且提的问题也很naive,很幼稚 而且还各种,我猜他可能是这样想 然后他感到疲惫了,应该是 他的这种心情,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在我的群里面,在很多我的观众里面 跟我提的问题也很naive,很幼稚 就是同样的naive的问题居然可以反复拿出来提 其实也不是一个人反复提,是不同的人 就好像你作为一个老师啊,代表说你再教一年级 今年教了一年级,明年又教一年级 怎么这么多人傻逼一直在学一年级啊 是因为他一直有人不断接触到这个事情 所以一直就同样的问题 就比如说,我说了很多遍,我说旅游签可以来美国 今天群里面又有人说旅游签不要去美国,你解释不清楚 依然会有人就这么一个初级的问题,依然在问 所以我已经就没有感觉了,我已经就麻木了 也没有表情了,这问题又来一遍 就很多人会问之前我解释过几百遍的事情 他又来问,他又来问 所以,而且我觉得这像群里面之前也有人说过一样啊 说有些人你不值得帮啊 就你帮他,他完全没有一点点感谢你的意思 他就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叫什么来着 我也不能讲中国人啊 这样子也不公正 但是有一些人他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他觉得别人应该帮他 别人都欠他的 就是帮了他以后 他转眼把你利用了 转眼就把你扔掉了 但手指一样扔掉了 需要的时候捏过来 他需要你帮他解决问题 解答疑惑的时候 他就很不得你能够很详细的跟他讲得很清楚 然后你如果讲不清楚 你如果不耐烦 他反而认为你转什么转 你有什么了不起 他就马上就过来骂你 然后你帮他帮忙了以后 他转身就把你丢了 不要了 联系也不联系你 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人 我觉得Kimi可能是被这些人伤了心 我也听说Kimi之前 我听说的我都没有核查过 可能在帮别人帮庇护的时候 产生了一些纠纷什么之类的 Kimi最开始向我传递的这种气场 是阳光的 虽然他最开始录视频的时候 并不是那么很流利 我最开始录视频的时候 我也不流利 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是阳光 灿烂 开心 后面慢慢的变得有点小小的 小小的一些 抑郁吧 可能是因为他喜欢去接触了很多人 知人呢 你只要接触多了 你就会发现真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 什么鸟都有 对这些鸟呢 不要太用心 不要放心上 是你的三观一致的朋友 你就继续联系 不是你的 把话说明白 三观一致 交朋友 三观不一致 Get out 我在我的群里面 我在我的群里面也好 我的节目里面也好 也说过很多遍 无数遍 阿明这个节目 我只是纯粹录出来 展现自我 直率地记录我生活中的每个点点滴滴 以及我的想法 以及我在美国每一天是怎么过过来的 觉得阿明 有点意思 这傻逼有点意思 我觉得这傻逼的三观跟我相近 来我们交个朋友 来我们就交朋友 觉得阿明 不行 这个人有问题 是个智障 是个什么 whatever 滚远一点 阿明其实就这么简单 这样的话 我很自私 我只是希望我的生活愉快一点而已 至于你的生活愉快不愉快 那是你的事情 你跟我死远一点就可以了 我不希望 我希望这个Kimi 尽快从 从你这个雾霾中走出来 回归到你当初来美国的时候的那样的开心和阳光 对人 对人 不用太好 也不用太坏 是吧 能帮人就帮一把 有时候是举手之劳 张口之劳 阿明 请问什么什么 我就答复一下就好了 能帮就帮一下 帮完以后 不要老是念着 你帮过别人 帮了就帮了 他记得你帮他 他就记得 记不得也没关系 不要每次帮人的时候 都一定要所求回报 无所谓 帮了就帮了 对于那些攻击你的人 无所谓 不要放心上 总会有人攻击你 像你扔屎坨子的 就像很多人在我视频里面 在我视频里面拉屎放屁一样的 阿明 你个垃圾 我小手一点 拉黑 就拉黑了 从此以后 他就在我手里消失了 没什么 不用太放心上 永远只把自己的事情 放在第一位 你要做什么 我来美国 我要做什么 我距离我的目标 还差多远 我得抓紧时间计划 除此以外的事情 统统丢开 人不能做到像神一样的 去包容所有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包容 我为什么要包容你 你包容了我吗 是不是 人是对等的 你不包容我 我就不包容你 就这么简单 是不是 滚 就这么简单 不要因为你录了节目 你是个公众人物 你就要保持形象 像文昭一样的 永远保持形象 保持个毛线形象 不用保持形象 他对你 别人对你保持形象 你就对别人保 我永远相信 对等原则 是绝对的宇宙公平 终极公平原则 你对我保持形象 我就对你保持形象 你对我自压裂嘴 我就对你自压裂嘴 我还懒得自压裂嘴 我就把你拉黑就好了 所以我不清楚 Kimi因为什么 如果他是因为这种事情 让自己不开心 太不值得了 毕竟说实话 人脱脂以后的状态会好一点 人脱脂之前真的是 吱吱作响 就像你朝鲜人 整个人都是这种不健康的人 他的精神灵魂是不健康的 因为他在这种高压恐怖统治之下 这个人与人之间已经 已经不是个正常人 所以你和一个不是正常人 就打交道 你肯定觉得不开心嘛 放平心态吧 我希望Kimi能够 尽快回归到 他最开始录节目的那种 阳光状态 也算是一面之缘吧 我看到有人在攻击这个 攻击Kimi 我也看到有人在攻击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来着 刘大胜 我看有人在攻击这个 攻击那个 whatever 总有人想攻击你 攻击他 他就是 我就是这样 我很牛逼 我攻击你 我攻击他 你个垃圾 你个狗屎 你个傻逼 这个世界上 总有这样的人 没关系 我们不去讨论 人家攻击谁 攻击谁 怎么样 做你自己就可以了 做台上的人 你演你的戏 你的人生是你的戏 你只管演你的 总有人会在台下看 演得不好 像个傻逼 演得不好你来看 你才傻逼呢 是不是 演得不好你滚啊 总会有人评论 总会有人指指点点 这个世界上 总是闲人最多 而勤奋的人 忙于自己的事情的人 少 所以要看透这些事情 我觉得 好了 就这样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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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